掌声请出这位男嘉宾 掌声有请 小李22岁来自山登睡明学生 有请小李 欢迎啊 你好 学生啊 对 喜欢那女生是你同学吗 我们是在一次兼职活动上认识的 当时是一个会展中心的礼仪活动 我当时是在外边搭设舞台 他们在里边做礼仪 当时天有点冷下着雨 他看了之后呢 从室内给我们拿了雨伞出来的 我当时看见这个女生的时候 就算是一见钟情吧 觉得她很漂亮 而且在这么多女生当中 知道我们在外边淋着雨 这个小片里面说什么不喜欢你是吗 对对对 我追了她大半年了 用了我很多的心思来表达我的真心 但是总给她造成一种误会 让她觉得我套路太多了 一点都不真诚 而且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也若即若离的 虽然我有一些套路 但是我的确是真心对她 这女生现在真是啊 那样也不行 那样也不行 该怎么行呢 很喜欢这女生是不是 对 等于追了半年还没追到对吗 是是是 你们俩约过会吗 约过 我约她出来过 你看她出来过叫约会 牵过她的手吗 还没有 那么这位男生心目当中的女神 究竟是什么样呢 表门 掌声有请女嘉宾 掌声有请 小宋 22岁 来自山东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小宋 有请 好好好 欢迎 追你半年了 对 半年多了 你说的套路多是吗 对 套路特别多 都啥套路 就比如说我们第一次见面吧 那天就是我可能帮助她了吧 后来她就问我要了微信 当时她问我要微信的方式 今天是说 那个姑娘 我觉得你长得像我一个闷闷 能把你那个微信给我一下吗 你说这种烂大街的套路 我当时说实话真心不想给 但是说在活动当中 她挺照顾我的 又是送热水 又是送外套的 大下雨天的 我就挺暖心的觉得 后来就给她了 这就算一个套路 还有别的套路吗 有一天我们俩聊微信 就突然间问了我就说 每个人一个手几个手指头 几个眼睛 几个鼻子 那我当时很自然 就回了一个 我说521 她就过来了一句 我也爱你 你说这告白 她也给我套路 你说你这不占我便宜吗 你这不傻流氓吗 我能开心吗 你说 是是 你不如直接说我爱你就完了 对吧 你还不如说直接一点呢 说呀 我说呀 我爱你 不是 真的 就要这样是吧 答应吗 现在不太想答应 好 我们要命了 你看 你跟谁学的呀 我从网上找的 害人的 当时因为这个事 给她发信息也不回 我没什么办法 我就问了问我同学 怎么办 然后同学就说 你给她送点东西吧 我想了想 我就挑了个雨天 去她宿舍找她 为什么挑了个雨天呢 我觉得雨天浪漫一点 我还能被她打打伞 然后又给她买的巧克力 买的鲜花 挺好 然后呢 然后给她打电话 她一开始还不搭理我 后来我从下边 等到时间长了 我觉得她可能也心疼我 在下边一直等着 然后就下来了 别说了 那事我都不想说 是这样的 她那天给我打电话 下着雨那天 她给我打电话说 说有点事找我 赶紧下来 她听了那口气 我觉得应该有什么正事 我就赶紧下去了 那我下去之后 我就看见她 拿着那鲜花 手里拿着那巧克力 就站在那雨中 然后就在那等我 然后她就说 我听说那个下雨天 和巧克力更配哦 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当时 我就很无语 你知道吗 大下雨天了 谁感冒我都不好 你说 她如果只是送巧克力 也没什么 是吧 心里会暖和一些 但是吧 你说我胃不好 我不能吃太多 巧克力的东西 然后你说 你送了我巧克力 我是要还是不要 我多为难呀 你可以要 可以不吃 然后你说 她就完全就不考虑 我的个人感受 但是她不知道 你知道这姑娘胃不好吗 当时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 她胃不好 你看人不知道 那 这不能怪她 你知道吗 就是比如说 有一次吧 那天 也是有点阴天嘛 我也没有课 我也不去做兼职了 因为天气也不好嘛 我就想 我今天终于可以 在宿舍睡一天了 我就想 在宿舍待着呗 然后她倒好 给我打电话 子国家让我下来 就是带我玩去 我说不行 我说 我就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我就在宿舍待着吧 她倒好 就在围上给我发了一个 特别好看的一个 小泰迪的图片 我就非常喜欢泰迪狗嘛 她就给我发说 你下来吧 我给你带了一个 这么可爱的小泰迪 我就想 那我赶紧下去吧 我这么喜欢 我也想摸摸她 跟她逗逗玩 我就着急下去了 你这套路是够深的 这都知道 下去之后 她给我拿了啥呀 那是 拿了个玩具狗 给那个围线上的 完全不一样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不是 如果她要拿着泰迪 你就不生气了吧 应该不会生气了 所以这就是 真狗和假狗的区别 你说她这不是 欺骗我吗 我也不是 故意给你拿一个假狗 我当时是 知道你喜欢泰迪 我给同学借了一条 不过她 没在本地 所以没提法借过来 最后没办法了 我就想着 要不给你拿一条 毛绒玩具吧 我为什么这么做 我的确是想见你 我没有什么办法 我这是 可能的确是 这事做得不好 让你对我产生了误会 对我说这些不好的话 我能理解 但是我还是 想让你理解我 我对你做这些 都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真的是想见你 小伙子还是比较上心的 至少 人至少知道你喜欢泰迪 你不管是 对吧 确实她对我的好吧 我也知道 但是你说 她老是不考虑我的感受 而且这样的事 也不是一件 你知道吗 很多 你们是一个学校吗 不是一个学校 还好 不是一个学校 她不会弄得满城风雨 什么的吧 别提了 正想说这事呢 那天嘛 就是我们刚下那个体育课嘛 我们就和我室友啊 好朋友啊 走在操场上 就听到广播站 人家放说 毛毛学校的 小李同学 为毛毛班的 小宋 我点了一首 一定要爱你 希望你喜欢哦 爱你哦 什么的 我当时刚听着吧 还挺开心的 我觉得小女生的心思嘛 但是后来吧 我那些同学 朋友就 指指点点的感觉 还有我直接告诉我说 你这恩爱修得挺高调啊 左一句右一句吧 你别在意别人嘛 我就挺挂不住的 就小伙子给你点了首歌是吧 对 但是太高调了 你知道吗 咱们就算这些都是套路啊 你有没有感觉到 这小子是真心对你 也有 有不就行了吗 你管什么方法 对你好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吧 叫什么针呢 但是吧 你为什么这么在意这种东西呢 你告诉我 我以前吧 说吧 我也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嘛 我也以前就是说 受过类似的伤 什么伤 我之前也是谈了一个男朋友 我前男友嘛 也是给他似的 对我特别好 各种照顾 各种体贴 但是吧 那个前男友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不怎么喜欢他 就一直没同意 一直没同意 追了我一年多 后来他做了太多的事情 让我也感动了吧 想着要不就试试吧 然后我就寻找给他试试吧 就开始试试啊 就刚谈了 有几天嘛 我就感觉到他对我忽冷忽热的 大不如冲前 没想能感觉到 就谈了一个月就分手了 然后我就想着 他是不是说 就是在报复我啊 你说像他似的 也是说挺自大的一个人 挺自恋 是不是也是要报复我 我有这方面的顾虑 刚才你说了一句话 其实挺重要的 你说那个男生呢 其实也不是我喜欢的 只是因为他那么追我 我被感动了 你现在跟我们说句实话 就是这男生 从他的外形 到他的处事方式 到他的性格 脾气性格 你觉得是你喜欢的吗 你先把这点明确一下 他的脾气性格吧 我还挺喜欢的 就是挺体贴 挺会照顾人的 这个还挺喜欢的 你还接触过他的照顾啊 不在一个学校 他怎么照顾你呢 他就是每天 他就知道 我没有吃早餐的习惯嘛 知道我有胃病 就每天就是从他学校 大老远的 天天坐车 坐一个多小时吧 来给我送早饭 变着样的给我送 每天都来 坚持了一个多月吧 才一个多月 我以为坚持了半年 后来怎么不坚持了 后来他怎么说 也不让我买了 他觉得我这样 和他爸爸妈妈一样 太啰嗦 就像他的保姆一样 像根皮中一样 跟着他 其实也不是 我主要是你说 你这么远来 而且大早上 天越来越冷了 我不也是说 也关心你吗 你对我的好 我心里也知道 是吧 也就是说 你也不是个木头人 我也不是 如果我要是说 对他没有任何好感的话 我不可能说 去给他这个机会 来照顾我 怎么的 也不是 照顾你 我是给你机会哦 你看看 女生是这么想的 还做过什么浪漫的事吗 这小子 浪漫的事的话 到一时想不起来 你看也就没什么 对吧 怎么在生活里照顾 我原来怎么没有做过 很多浪漫的事 你那时候在学校 我跟我父母去天津玩 就来天津 当时看见有很多纪念品吧 还给他买的麻花 还有看见有那种贝壳的那种手链 做的那种工艺品吧 能做的手链 能自己挑那种贝壳 我给他挑了好多 想着回家的时候再送给他 我当时都没想着给我妈买 我都是第一个想到的他 我问一下女生 你们俩算正式的交往过吗 没有 应该是介于朋友之上恋人未满吧 就对这个男孩 你到底是个什么印象 就是我对他吧 就是有的时候 我确实说对他 就想着我们俩 要不就开始交往吧 但是我每一次就是说 我要想跟他交往 他总是给我耍一些小花招 比如呢 就比如说有一次在微信上 我发了一个朋友圈 我说七月请对我好一点 然后我发了之后 他给我秒回的 给我秒回的说 他回的啥 七月不会对你好 但我是个大伙人 我会对你好 挺好啊 但是他这么说了之后 我那个朋友圈 我们有很多共同好友 就立马有人评了说 咋了这是 你俩好了呗这是 我就觉得 他这就是在一个 暧昧套路 就是好像弄得 我俩就真的谈了 不是你到底是你有套路 还是他有套路 我怎么觉得好像 你在心里面 已经设定了很多东西 是你在设定啊姑娘 没有吧 人家不就想对你好吗 但他有时候 对我好是好 但他有一些东西 就是让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不够真诚 我怎么没有对你 不够真诚啊 别说了别说了 人都不喜欢 您能说话烦吗 也不是很烦 也不烦啊 他可能有时候觉得 我像保姆一样 对他虚寒未暖 但是方法又不对 他可能觉得 我这个人性格 太过的面 或者是对他太好了 有点看不懂 这一段真 想跟他好 想 为什么 喜欢他 不会追到手的又那个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是真的喜欢他 挺享受他这么追你的 是吧 我也对他好过 不是你就想不享受吧 你说 是我挺喜欢 但是呢又觉得 哎呀脑不对 对吧 对 就觉得哪里不舒服 对 就不是你的菜呗 各位老师看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访券 你也别说你喜欢他 你对他其实就是没感觉 如果有感觉的话 他那叫套路吗 你看他长得像个 有套路的人吗 你要说这个 曲老师有套路 你不能说这个 长相跟套路有关系啊 这个我觉得 没有必然逻辑的 就他这种表达方式 他说话的这个样子 我不觉得他是套路很深 他即便有套路是为了讨你欢心 硬去学的 就是曲总这样的 有套路的人编出来的 然后他就学了 他其实并不是说 我把这个套路 对所有的女孩都这样 他只对你 他是真的喜欢你 不 他这个套路吧 我也就怀疑过 他也对别人这样 就比如说老师有一次吧 我俩微信聊天 我觉得我俩聊得挺久了 我就跟他说 要不咱放下手机 晚安吧 然后他就给我回了一句说 那个我放下手机容易 放下你难 你说他这样让我整的觉得 他应该是经常和小姑娘 就是这么聊的 经常和小姑娘这个样 姑娘说实话啊 如果换上一个 是你一见钟情的男孩 你特喜欢他 他要跟你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什么感觉啊 你看我喜欢的人 对吧 我还没来及表白 他居然说了这样的话 那个你特开心 如果一个你特别喜欢的男孩 在下雨天送了你一束花 还有一盒巧克力 你恨不得两脚踩的 都是你也得陪他去溜达溜达 所以你不喜欢他 真的不如告诉他 要不然你自己也累 他也摸不着头脑 如果你不爱他 不喜欢他 不如给两个人更多的空间 去找一个你喜欢的 放他一条生路 让他跟别人套路去吧 说不定别人喜欢他的套路呢 谢谢杨老师 来 去坐 是套路出了问题吗 我放不下手机 但我放不下你 这是套路还是真情流露 在他看来是套路 而在你就是真情流露 七月不喜欢你 我会喜欢你 如果说真是一个 能够接纳你的真情的人 能够对你有感觉的人 他会觉得这句话非常舒服 我以前也用过套路啊 我在追我女朋友的时候 现在的老婆 我用了一个小套路 这什么套路呢 我们俩约会完了 因为我要去工作 不能送他去上班 所以呢 打一张出租车 他进去之后呢 我掏出一百块钱给司机 我说 送这位小姐到公司 然后余的钱找给他 然后之后我们在一起 我说我当时那个动作 是不是特别让你开心 他是的 觉得我特别有绅士 这也是我学的一个套路 但是他很受用 因为什么呀 他当时也对我有好感 如果这事换成你做的话 他就哎你 你这是不是看不起我呀 我是没钱吗 我是在乎这点钱的人吗 等等等等 所以最最关键的 就是你所有的用心 在他看来 都是一种套路 都是一种表象 他没有真正体会到你的心 你再使劲的话 可能也搭不上那一点感觉 明白吗 而女孩呢 他真不是你 特别有感觉的那种人 但他做的事呢 感动了你 所以现在呢 你说你是拒绝他呢 你也觉得下不了这狠心 不拒绝呢 其实又暧昧着 但这种关系情况下 你既害了他也害了自己 你确实勇敢地跟他说 我现在对你没有感觉 但我们能成为好朋友 我们是不是以后可以发展呢 不知道 但是呢 请我明确我们的关系 我们只是好朋友而已 我们所有的相处 不叫约会 因为念我们之间 没有任何亲密的举动 过分的举动 所以说请你 也尊重我现在的感受 能不能不做一些 乱了分寸的事 这样呢 你一段时间去看 他值不值得你爱 千万不要暧昧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 陈老师 陈老师 谁年轻的时候 没有写个情书啊 那是不是套路 谁的情书是百分之百原创啊 有没有抄啊 那是不是套路 谁没在宿舍的女生楼下等过啊 那是不是套路 还有类似于像现在的 摆好新型蜡烛 站在新型蜡烛中 向你招手啊 什么拉横幅啊 那是不是套路 都是套路 套路好不好 套路有好的地方 但关键是 套路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套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占有它 那么套路就成为了无耻的手段 但如果套路只是因为爱你 讨好你 那就是真摯的爱情 一个男生花了这么多套路 半年没牵过你的手 你说他是个会使用套路的人吗 所以我不反对套路 不要太多 而且你的目的不是为了占有对方 你是为了爱他 你只是不得其法 所以你学了一些套路 是可以被理解的 所以我想跟电视机前那些 想要追求女生和男生说 适当的套路是没有问题的 关键你的目的是不是肮脏的 而女生对于套路 有的时候也不要太受用 偶尔的套路 偶尔的浪漫没有问题 但是人是需要真情实感 其实有很多女生 都认为爱我所爱是一句废话 难道我还能蠢到 我喜欢谁和不喜欢谁 不知道吗 别的不多说 喜欢一个人 至少有一个表征 就是你是不是会对他 有无端的担忧 就你有事没事会想起来 他死了你怎么办呢 他饿不啊 他冷不冷啊 如果你有这种感触的话 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 思念下的那种无端的担忧 那你真的是喜欢上他 如果没有 你只是基于对一个好人的不忍 而你认为对他有好感 尽此而已 至于你们俩之间 我只能说男生是个好男生 女生也是个有原则的女生 只是你们俩之间真的 擦不起火花 没有一丝燃烧的味道 又何必免为其难呢 不要因为他是个好人 觉得好像错过了便可惜 好人多了去了 未必都适合你 真正对待好人的方式 是尊重自己的情感 不伤害他 让他寻找自己的幸福 你说呢 就这样吧 爱情是什么 是两个有 对彼此有生理垫感觉的人 没有这些东西 所有的一切都不叫爱情 对他来说 那叫深深的喜欢和单相思 对你来说就什么都不是 明白吗兄弟 所以你别叫那个劲 你叫那个劲干嘛 肯定还有很多女生 适合你和喜欢 我也喜欢他 你喜欢你就是 你就大胆去爱啊 没有一个人喜欢 人家又说人玩套路的 也就是说你对他的喜欢 并不足够让你拥抱他 如果说他是套路的话 你比他套路深 你才叫套路 我测试一个人 对我有没有感情 本身就是套路 对吗 你测得出来吗 你告诉我 你考验一个人爱不爱你 或者爱你有多深 本身就是套路 你考验得出来吗 不爱就是不爱 别骗 别骗自己 也别骗他人 你们听听内心的声音 该怎么做 相信那个声音 男生也一样 好了 时间留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的 黄金六十秒 今天咱俩也算开诚不公地说了 我对你的感情 你肯定是知道 你觉得我这样套路不真诚 但我的确是用了我的真心了 我也知道你原来受过一些伤 受过很多不好的那些挫折 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 我觉得你不要再把那些印象 套用在我身上 我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希望你能够从中走出来 我觉得我可以给你你想要的爱情 你接受我吧 今天听了这么多 说了这么多 我也知道 可能说咱俩之间有一些误会 也有可能是有一些我的偏见 是 你对我的好 我都知道 我对你吧 也是说 也有说好感什么的 但是说有一些 你的一些做法吧 我确实是接触不了 因为毕竟我受过类似的伤害 不怎么轻易相信别人了 所以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好 时间到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啊 这臭小子喜欢什么呀 喜欢我 除了喜欢你呢 所以你才是套 所以你压根就没喜欢过他 请回吧 别骗自己了 来 请关门 好了 请开门 来吧 有什么话跟女生说吗 我觉得她还是有她的难处吧 难处 可能也像各位老师说的 她可能对我真的没有太多的感情 我觉得我回去也要再思考一思考 我们之间关系该如何发展 我现在还是喜欢她 但是我想以后怎么发展 还得 其实看我怎么想 她怎么想 回去吧 谢谢你 谢谢 谢谢